我给你抢一抢 啊 够住了 暴力穿线 搞错了 再来 哈喽大家好久不见 因为马上要开春了嘛 然后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些 适合春天约会也好 通勤也好或者运动也好 一些比较适合大家的一些小众 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好看的包包 那我就长话等书直接进入正题吧 那包在我手里这两个盒子呢 是一个来自纽约的一个时尚轻车 设计师小品牌叫Verify Verified 首先呢我拆的这个是一个 他们家的一个新款子 它是这样的一个拼接材质的夜下包 然后这个包包呢 它是这种牛皮加露皮的 它是这种揉面的这种质感的 像它包包的这个肩带呢 你可以就是把它调节它的长度 比如说像现在这么长 你可以手拎的 那如果你喜欢稍微就是夜下背的话 就把这个长度给它调到它的下面这个 最下面这个位置 让这个长度刚好就适合我们的这个夜下背 那像它这款包包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偏格雷系的 复古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是觉得像配一些 牛仔呀 或者是一些就是蛮开穿的嘛 这种风衣皮质的一些衣服 我觉得就是比较搭的 因为它也是这种棕色系嘛 这种美拉德色系 我觉得大家可以配一些比如说棕色的呀 深棕浅棕一些偏黄色系的这种衣服 我觉得是比较好看的 那接下来这个包呢 是一个 这个样子的 一个酒红色系的 一个圆环的 也是比较偏复古的一个晚宴包 它的这个体积这个大小呢 我觉得就正好适合比如说一些比较偏正式的场合 像晚宴呀 或者是一些酒会携带 就是装一些比较小的 装一些口红呀 小粉柄呀 就特别的合适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皮质的这种光泽感 然后这种颜色 还有它这种圆环的这个质感 就是非常的小众 非常的高级 也非常的轻奢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商务的一些活动呀 或者是一些小宴会 小正式的这种场合 我觉得大家选择它是不会出错的 然后他们家另一个呢 我选择也是刚刚刚那个 格雷系的那个 美拉德色系的这个包是同一个款的 但我选择是这种黑色皮质的 虽然这两个包呢 设计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 它们的这种风格 就是因为它们的材质不一样 所以呢就搭配不同的衣服 我觉得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这款呢 就是我现在这身打扮 就是完全是合适的 就比较轻奢 比较lady 它长度呢也是可以调节的 如果把调节成这种长一点的话 也是北野下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像我现在这样呢 就这身打扮也是比较 稍微偏 偏这个通勤风嘛 然后我是觉得就像一些上班族 或者是一些企业的小高管 小白领 或者是一些就是约位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样就是比较稳重 也比较勒 然后下一个我要分享的包呢 可能跟我这身就不太搭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实用的 一个偏运动性的背包 是这个Tim BBQ的一个 啊比较 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是和我去健身呀 或者是我去户外运动的时候 背的一个包包 哇这身真的 这很混搭 这身真的很混搭 然后像这个包包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大小 我选的是一个这种适中的一个大小 就可以装一些 比如说去运动装一些小毛巾呀 然后装一些就是防晒喷雾呀 或者是一些就是纸汗的呀 或者是一些防蚊虫的呀 就是比较适合户外的 像骑行呀露营呀爬山呀 或者是一较偏重运动风 就是比较这种休闲运动风感觉的 或者是家里有长辈 爸爸们呀叔叔们呀 就比较适合这种风格的包包 那下面的包包呢 是一个叫Burberry的一个 也是一个小众的一个设计师品牌 那首先我拆的这个呢 是一个 这种黄色系的一个云朵包 它也有一个这种鞋的袋子 也是可以这样斜跨着呗 那如果你不喜欢斜跨呗 它有一个这样的银色小链条 也是可以单拎在手上 或者是把它们都放掉 然后可以这样当成一个这种手拿包 像这个包包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比较适合开春嘛 因为这个 这种黄色也是搭这种深色系也好 或者搭纯色系 都是比较好搭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他们家一个这种 舌纹材质的一个腋下包 然后这个包呢 我觉得就是比较狂野 就我觉得比较适合牛仔呀 或者是一些 机车风皮衣 这种就比较搭 或者是一些 像我这种深色系也是好搭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包 也是比较适合通勤呀 或者是 这种就是日常的 就是约会呀 看展的穿搭 都是不会出错的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这一期 比较小众又百搭的 轻奢包包的小推荐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的 如果喜欢的 大家可以去get同款哦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 就先到这里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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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